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达车APP 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课程 我们今天要在我们的启动页面上增加一个播放视频 上一节课呢,我们增加了动画效果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 看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的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启动一下 看,它是播放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呢 我们再继续完善一下 修完善一下 然后再给我们的程序增加一个启动屏 Lent Screen修改一下 然后我们增加一个播放动画的视频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圆形 首先我们看一下Uber 启动 然后他在播放一个动画 动画后面呢 是在播放一个视频 然后他的一个启动图我们增加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圆形 然后我们带我们的Lent Screen增加一下 Lent Screen 这是我们的启动屏 在IOS发行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资源了 它可以减少我们资源的一个大小 然后我们增加一个Image View Lent Screen 这上面呢 只能用Label 还有UnImage View 这个空间 加一下 然后它是600乘600 然后我们修改一下 设置一下它的一个Auto Layout 自动填充 然后我们改一下它的一个 我们把我们Lent Screen是启动屏加了两张图片 到S3S的一张图 然后我们把这张图为一个显示的图片 设置成我们Lent Screen Lent 好 这样我们就加上这张图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启动一下 我想我们在我们的资源上面呢 也把它改成一个黑色的一个背景 大家可能没看到 它是一个启动屏 然后我们把这张图的资源改成黑色 这是我们的一个看一下我们的效果图 然后下面有两个按钮 由于这两个按钮呢 是在这个动画播放完之后显示出来的 所以我们再进行一个修改 增加一个backview 我们把我们的一个 好 这是backview 改一下它的一个尺寸 好 再把我们的登录按钮加在这上边 然后这上面呢 还是我们播放视频的一个 副窗口 副一有 那我们把它的一个 改一下 量一下这个按钮的一个尺寸 如何来量呢 其实我们可以用 这里边 去掉 两边大概是15相处 我们可以用量一下 距离 高度44 15 14 14 0 算一下这个按钮的一个 一个大小 用量度截图工具 或者量的话 量一下它的尺寸 14 这里面是5 这是165 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颜色 这里边改一下它的custom background color 改出白色 然后背景呢 先把它改一下 字的颜色 大概是一个灰色 保持我们登录按钮 把它去掉 这是我们的一个注册 背景色 同样我们背景色可以用 黑钩呢 或者是这里面有一个 黑钩里面 取色的一个颜色 0187211 这是我们字的颜色 我们要把它改背景颜色 我们刚才改的是字的 我们改一下它的一个背景色 字的颜色 大概看一下字的颜色是白色 好 这样我们两个按钮 等一下我们再设一下它的一个自动布局 根据我们的界面呢 自动 试配一下这个界面的一个宽度 下边 然后呢 是一个 一个 好 它这里边有些 我们可以 这是我们的backview 就加完了 这是播放视频的 然后播放动画的 把它放在后边 好 我们建立一下对应的一个关联关系 先看我们的 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 打钢 backview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backview 我们建立好对应的一个关联关系 好 这样我们相应的初始化工作就完成了 我们再把我们的一个播放视频的一个函数 就是我们这里边增加一个 就是我们这里边增加一个 这里边进行播放视频的一个初始化工作 然后我们首先把我们的一个导入我们相关的一个 这个 这个 库 声明好相应的一个播放视频的变量 好 初始化工作 我们这里也写了 首先我们这个视频已经加到我们资源里了 这个就是播放这个视频的 然后我们在这里 首先我的资源文件 这个视频的一个名称 这个视频的一个名称 好 好 我们完之后呢 我们再生一个 这个 初始化我们的一个PlayerAt 还需要一个EOL参数 还需要一个EOL参数 但是初始化我们的一个播放的一个参数 好 由于我们的一个在这里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参数 因为我们播放视频呢 需要有一个RePlayer层 所以我们要先建一个 AtPlayer层 来加在我们的VIO上面 好 好 好 确实一下我们的 Clear Bike 然后我们的Clear的一个属性 它的知识是多少呢 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视频 进行一个缩放 一个等比例的缩放适配 我们写这个参数 加完之后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由于在播放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后边的 他播放视频的一个 什么叫隐藏掉 所以我们这里边对他进行一个 一个 AHA 先给他隐藏掉 然后我们在这个层上呢 Bike view 加上我们的播放视频的这个层 把它加在最后面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始化 好 我们在我们的 加在完之后我们初始化一下 好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的视频还没有播放 这个动画其实已经播放完了 等你一下 我们加上一个动画播完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视频进行一个播放 其实就在这里 加上一个动画 持续的一个时间 我们进行一个过渡 5秒钟之后 调用我们动画 这里边有哪些参数 这里边有科学参数 就是播放动画的一个效果 具体的一个动画 就是播放动画播放动画的时候呢 我们这播放完成可以写一些还说就是播放完之后再执行一下 这个我没有用到 然后我们这里写可以打印一句话 可以打印一句话 具体的呢 具体的呢 就是说 5秒钟之后执行一个动画把我们的 显示显示出来 进行一个渐变 然后我们这时候呢 就播放我们的一个视频 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里有一个看一下 这是一个可行变量 这里边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我看一下这里边有没有写错的地方 delay连迟的一个5秒options 然后这里边是一个动画 这里边我们应该调换一个顺序 因为这时候我们的player还没有创建出来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上 好 这就一过渡 然后youber就一直在那显示着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这个视频只播放了一次就停止了 我们需要加一个循环播放 怎么来处理 其实我看我们这里边已经写好了 我们只需要添加一个注册一个通知 这里 这个边我们其实已经有了 这个可以靠过来 进行一下一个注册一个通知 然后这个通知 看一下 就是播放完成的时候 我们执行一个一个finish video的一个通知 然后参数就是我们的一个playeritem 然后我们只需要添加这一句是必须的 这里边获得我们 获得我们这个playeritem 然后我们只需要添加这一句 这句是必须的 这句sig to time 0 pull的话 pull的话到0 然后再播放 我们再运行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 layer sell 我们这句sig to time 0 我们这个博望海说的应该写在我们这个类里边 好 其实其实播放完成了 这又播放了另外一遍 又再播放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就添加了一个播放视频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yuber 它本身的这个 跟它对比一下 好 播放视频 把这个网络 其实网络的不用 不用管啊 播放完了之后 就 播放 就在播放这个视频 由于这个 有点卡 啊 播放 其实在循环播放 我们可以对换 对比一下我们 我们的程序 啊 等录下 啊 此按钮啊 一直播放一个视频 这样 这就我们这个 今天要讲的这个 启动页 播放视频的功能 播放视频呢 现在大部分都有这个功能 就是在丰富我们启动的页面的一个效果啊 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再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循环播放的一个参数啊 这个是必须的 如果忘记了呢 它会有一个只播放一次 播放动画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比如渐进 就α0到1的一个渐进的一个动画 这就是我们播放视频的这些参数 好的 今天要讲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